嫂子 你可真够大胆的 我妈陪我拿了一万块去医院做产检 结果回来 门居然打不开了 你们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套房子我准备卖掉 因而我把门锁换了 并且我此刻已回到我娘家了 嫂子 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 我如今带着肚子进不了家门 倘若有个好歹 你能负责吗 你这女人犯什么糊涂 我们一家人在此住得安安稳稳 你怎么把房子卖了 赶快回来开门 要是我女儿出了任何差错 我绝不轻饶你 你们自行处理吧 我此刻已快到达我娘家 还有 顺便告知你儿子 我要跟他离婚 去把离婚手续办了 姜小柔 别拿离婚来威胁我 说实话 我对你早就牺牲不满了 离婚行 但房子得分我儿子一半 毕竟结了婚就属于公共财产 你没资格卖房子 哼 你想的可真美 这房子是我父母在婚前买给我的 跟你儿子哪有半毛钱关系 你们的东西 我统统都扔到保卫室去了 你们自行去那认领吧 老爸 你先冷静冷静 咱们有事慢慢商量 真犯不着因为这么点小事就闹离婚 要是离了婚 我都不知道别人往哪放 咱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了 自从你们一家人住进我的房子 我每天除了正常上下班 还得伺候你们一大家子 结果还总被你们这儿挑那儿捡吧 结婚前 你们家连彩礼都拿不出 即便如此 我爸妈也没嫌弃 就因为觉得你勤奋 老实 对我真心 为了能让我婚后生活安稳 我爸妈把所有积蓄都拿出来 给咱们买了这套房 而且当初明明说好 咱俩过二人世界 不和你父母住一起 结果结婚才两个月不到 你就把你妈从老家接来了 我心善 你就让婆婆过来 跟咱们一起住了 可就因为她来咱家 我才真正见识到 啥叫无耻 你这恶婆娘胡说八道啥 竟敢说我无耻 这般大不敬 你是不是不想好好过了 小柔 你咋能这样说我妈 她含辛茹苦把我养大 供我念书 帮我操持人生大事 如今我将她接到身边 与我们共同生活 想想轻浮理所应当 我并非不照料她 然而她总不至于任何事都不做呀 我每日上下班归家 本就疲惫不堪 回来还得为她洗衣做饭 可她成天就晓得跳黄长舞 打麻将就连孩子上下学的接送都不管 我每天忙得昏天黑地 回到家 她竟催我做饭 还说我不回来 她就得挨饿 并且老是嫌弃 我做的饭菜不是咸了 就是淡了 你这女人 我来儿子家是享清福的 并非来给你做家务 带孩子操持家务 本就是儿媳妇的分类之事 况且我是一家之主 哪能做家务 没错 我娶你进门 就是让你伺候我妈 照顾全家人的 媳妇就该为家庭服务 不然我娶你干啥 在家里 我多做点家务倒无妨 想着你妈年事已高 多些体谅 然而后来 你又讲小姑子怀孕 婆婆因不变伺候 就让她来咱们家住上一阵子 未堵我的嘴 你称小姑子来咱家 不用我协助照料 由婆婆照顾就行 但实际情况是 她一住就数月之久 整日无所事事 还老是指使我做这做呢 吃饭每顿都要大鱼大肉 今天让我买海鲜 明天让我买牛肉 我下班到家已然疲惫不堪 还得给她做饭 在咱家住了几个月 从未见她拿出过一分钱 我并非你们家的保姆 嫂子 这点小事你都拿出来讲 也太不大度了吧 如今我怀有身孕 正处于急需照料的阶段 让你来照顾一下 能把你累垮不成 去医院的检查费 都有我来出 你让旁人来评评理 你这般做法能说得通吗 饭菜不合你心意 你就拉着个脸 难道是我亏欠于你 难道你自己 不会动手做饭 我每日辛苦工作归来 还得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到家后还得伺候你们一家子 我又出钱又出力 却没落着好 让你花些钱 难道不应当吗 你既然嫁到了我们家 你的钱自然也是我们家的钱 我妈都没这样说过我 你有何资格管我 你算哪一号人物 老婆 此次的确是你的不对 咱们是一家人 不应这般计较 赶快回家把门打开 我小妹怀有身孕 在门口都站了数小时 万一有个好歹 我定不会轻饶你 我每月工资仅有八千块 既要供孩子上学 又要养着你们全家 我全心全意对待你们 你们却反恕我计较 既然如此 那我也没辙了 自打我们成婚以来 我从未见过你的工资 他们全都用于婆婆家的各种开销了 而你对此不管不顾 家里的一应生活所需 全由我独自承担 即便你心有不满 也该跟我们商量 可你这般漠不作声就回娘家 还提出要跟我离婚 究竟是何道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你有用心听过我讲话吗 你妹妹和你母亲 如果嫌我烧的菜难吃 大可自己动手啊 但为何还要指责我 说我不够花心思 每当我手头紧 想让你支援点时 你总是借口 说钱都由婆婆管 一分钱都不肯支援 反倒则被我乱花钱 不懂得节省 我看你是没管过家 根本不懂生活开销有多大 小姑子什么都不做 却每天要求吃好水果 喂菜和美味佳肴 你们一个个都一毛不拔 全靠我吃老本撑着 我既出钱又出力 却得不到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反而招来一堆指责 嫂子我怀孕了 营养补充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孕妻只吃咸菜萝卜 孩子出生后健康有问题 你能负责吗 你怀孕补营养 这和我没什么直接关系吧 无品得自己买 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 你又不出钱 也不帮忙做家务 在我家都白吃白住了两个月 连一点家务都没做过 这房子是我爸妈辛苦攒钱给我买的 你们一家人在这里住得舒服自在 不亦乐乎 但什么都不做 整天就得我下班回来给你们做饭 吃完饭就跳舞 看电视 联系晚 拖地这种小事都没人肯帮忙 这样的婚姻 我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 她能给我带来什么益处呢 老爸 我知晓让你受了委屈 我今后一切独以你 你赶紧回来把门打开 让大家进去 儿子 像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 咱们家没必要留着 往后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麻烦事来 赶紧跟她离婚 另外 你们已然结婚 房子里应归你 让她净身粗糊 是啊 哥 你究竟还在迟疑什么 赶快跟她离婚 像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 咱们家容不下她 瞧瞧她往后还敢不敢这般张狂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觉得我应不应该和我的丈夫分开呢 碰上这般蛮不讲理的人 我连一刻都没法忍受了 然而我的孩子尚小 我究竟该如何是好